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果打的名字是我 马光远说 结果你受到了什么冲击 河北人民全部杀笑我这边 每天问候我 每天一万多条就问候我 包括问候你们家族的 对对对 所有的祖宗巴胺 反正全问了 最近敬这个躺枪的是吧 对 所以你们俩来肯定啊 这个快播快播快播 我们的微博上全是无数个聊这个快播快播 快播首先说是谁乐视算躺枪吗 我觉得肯定算吧 因为是乐视举报的吗 那带人乐视 就那个贾跃亭赶快说 我说我们是举报 先是乐视薯片躺枪 后来在贾跃亭就说呢 说我们是举报道版侵权 不是举报是黄 看来实际上大家骨子里还是觉得 黄这事他还是比较正义的 黄没关系 但是你举报黄就有关系 马老师 我觉得现在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呢 你需要学习新的形式新的工具 这家伙他是反映了一个什么 这个整个庭审的直播啊 在一个叫B站上 对 B站上就当时十几万人同时在看 按说法庭辩论多枯燥啊 但是所有的人都在看 看呢 然后呢 就是主要是看呢 有那个弹幕 对 我曾经以为这个字念弹幕 后来 我也以为是弹的 因为弹出来吧 对啊 后来说是弹幕 所以我就想到那就是子弹 是吧 对 而且就哇 这么多人打这个 而且就是说这个辩护人 你说这个王鑫快播的这个 给关了 关了两年多啊 关了两年多 出来会辩论了 我发现 是吧 金据迭出 你可以先看看照片 哎 你就是看看今天的这个观影形势 他是这个情况 对 庭审直播上面 哎 这么多的这个弹幕 哎 这这 然后这个是网友的这个 恶搞了 哎 这个再看下边 这是 王鑫 他老不说看了 就是又喜又忧 说这个他是个技术男 他怎么会辩论了 是吧 然后你看最后那个辩护人 这次也出彩了 对 哎 看命了 马老师那天你看这事什么感触 我看了 我觉得非常精彩 而且一定能够在中国法治史上写下一页 因为中国人本质上是爱看热闹 爱看打架的 凡是打架总爱看 嗯 以前直播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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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罗罗罗胖子 对 穷欧嘛 网上直播 大家爱看 这个也爱看 这个最爱看的地方 在什么地方 就是说 大家都觉得 呃 你后边怎么能举报 而且以前不是乐视 以前说的是腾胸举报 对吧 完了之后又转成乐视 那么大家觉得你搞这个黄色这东西 其实 不不不上大意啊 但是你在后边举报的话 一下丧是定 丧是这个道义了 所以大家 一开始的时候 你看骨子里边都是像 这这个溃波的 嗯 而且对很多小青年来讲的话 你把人认识乐趣都没了 对吧 人有一个有一个通道 你以为仅仅是小青年吗 对 然后呢 然后这个完了之后 呃 这个整个过程 你看那个 辩护方准备的真是太好了 呃 我们的公宿人 所以我就想起 你看那个时候 我们讲一个小笑话 就说 呃 西游记 嗯 嗯 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 为什么那些天兵天教 一个一个打不过他 为什么 然后到了取经路上 一个每一个妖精 孙悟空都要打半天 最后还得请观音菩萨 才能把他削了 嗯 为啥 因为天兵天教 他是国家公务人员 哈哈 而那个这个路上的那些都是自我创业的 嗯 创业的就会拼命 这些律师辩护人 小岛与创业的 公宿人呢 小岛与什么 小岛与给给给给宇豪打工的 所以他们又下功夫 而且我觉得就是我是一个特别不懂技术的 但是他说那个溃波 你比如说那个王兴就讲说技术无罪 我们只是个工具 我就 我这个技术忙啊 我就用了二十分钟时间研究了一下他那个溃波的 那个那个用型的那个原理 他不简单是工具 因为因为他在整个过程 比如说他在这个地上 比如说你文涛 你在上面放了十部划片 这个比如说你从在你的邮箱里边的邮箱是个工具 但是一上他这个溃波以后 他他能够比如说你比如说热点的 你的那个进了热点 进了热点以后 他能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向大家推荐的 而且有一个缓从 他就从一个简单的工具变成了一个什么呢 变成了一个平台 变成了一个他可以来作为一个传播者 而且他有主导的 就连这么一点点 就这个就叫网上叫什么 叫P2P的这种传播方式 而不是那个简单的 所以他不简单是工具 我就特别纳闷 我说我们的公司人准备了两年呀 两年里这么一个小技术 因为这是辩论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的 因为我以前做过律师 你啊 哎呦 做过律师 这么能忽悠 就是这么最关键的 也不能忽悠 因为不能忽悠 所以逼着到这个行业里面 您觉得这次律师这辩论就是在理吗 非常在理 因为从一个这个从一个这个 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 他的每一点 他的每一点 而且是线上的那种反应应该说 这次给中国的律师赠了名 你比如说你讲这个 你说这个这个 公送人讲 你这上面老是全是那个赢贿视频 你自己为什么不转型 然后辩护人直接讲了 终于都每天给我们发那么多的诈骗信息 为什么不转型 这都是灵场的一些反应 而且还就说了这个什么腾讯 怎么怎么回事 百度云怎么怎么回事 但是人家也有人批评 说这个律师这是诡辩数 就说这就等于你在庭上说 你抓了我这个贪官 还有那么多人贪呢 官比我还大呢 为什么不抓他 为什么抓我 说这是别还有别的人是贪官 并不等于你的贪官就不受制裁 但是这个得公诉人说出来 公诉人没有说出来 其实是存在失职的 怎么说 你说人家是狡辩 但是他人家的辩论确实获得了掌声 然后听起来还蛮有道理的 人家精心准备了 你就相当于双方辩论 然后你一方没有准备 没有准备之后 你看你这个邀请 那我怎么办呢 那你没有准备 他没有反攻自行 没有准备 他说一棍打死你 那不是就真的变成这个邀请洞了吗 对不对 到最后只要举起金库棒就可以了 那么法庭显然不是这样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 就是你知道我在朋友圈里 我还看见一个就为公诉人说话的 对 这一说就是什么 居然有为公诉人说话的 对 我第一次听说 就是说你得这么理解 说这法庭两边公诉人一个月挣多少钱 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 律师挣多少钱 就是这个道理 中国有多少检察官人才都流失到了辩护人的行业里去 他们一个月现在要处理多少个案子 他有多长时间去准备一个案子 就等于啊 这又开始讲讲分配了 对 这一切问题最终是分配问题 所以您说了这个啊 我就想到哪一个呢 我就想到现在的那个股票市场啊 一样的 你说公诉人赚的钱少 然后他要应对很多 要魔鬼怪对不对 然后呢 这边这个律师赚的钱很多 他可以精心准备一个 那我们的股票市场也是这样子 你看股票市场啊 一个监管层面对那么多人 然后这些人还都是监管层里边 这做的比较好的 有点钱的 然后他就去到市场上去了 这个东西你会发现 然后他赚的钱十倍于你 在市场上 笨的 对不对 就是一个这个很笨的猫 面对那么多聪明的老鼠 事实上最好的监管是什么 最好的监管就让老鼠监管老鼠 我们这个这个就溃拨这个事 事实上最终发现 我想后边肯定是老鼠监局的老鼠 所以乐视是不是躺枪 真的不一定 而且整个你看那个 就是我觉得就是 这个公诉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他的那个我觉得不敬意 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因为我是一个对技术非常反感的人 但遇到这个问题 我一定要去研究 我说他究竟真的是不是一个工具 比如说我们下了一个工具 而且他对我们上传的东西一无所知 他是不是这样 那么如果他是这样的话 他真的是无罪 就是说这个事咱分两面 就是说我发现一个呢 其实它是涉及到 中国的这个黄色的这个视频 你是不是该分级管理 这个等等 它是一个是这个层面上的问题 但是另一个层面上就好比说 中国现在这个玩点换旗游戏 就可能给判个聚众淫乱罪 有些学者说这个罪名应该取消了 这个法律已经不合一时代 但是他在没取消之前 你必须爱到法律 他是不是还要依法 所以这是个两面 那么也在这个意义上讲 快拨 你觉得他是不是涉嫌犯罪 肯定有罪 因为我按照我的研究 就是按照我这个技术盲本身 对他这个用心激励的研究 他他是有调控的 你比如说他有两千多个服务器 这个服务器上 然后把这些东西缓从 缓从哪 而且能够根据热点向那些用户进行推介 快拨就容易找着 对对对 但是你要是比如说QQ呢 QQ呢 因为他即使通行工具 比如说 百度也不行 我传给你文涛的 如果QQ本身别人能够看到的话 你敢给我传吗 我不敢给你传 所以别人是不知道的 但快拨他知道 而且他是想方设方让大家知道 所以如果说我从法律来讲的话 假定我是一个公诉人 当然我不会去干公诉人 我是一个公诉人的话 最起码在这个问题上不会发尽度 因为这个问题我必须去搞清楚的 这是辩论的一个焦点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什么呢 中国的法律的很多事 比如说你这个打不过的话 你打群架 拳击 打不过的话 打不过的话 本身一个认输的 你比如说 如果这个事在美国的话会怎么样 如果这个事在美国的话 我想结果一定是亡性无罪 是吗 那肯定的 我觉得不一定 美国当年有这样子 因为肯定 为什么 为什么 就是说这个按照法庭辩论来的 就是法庭的表现 那不是说下边 我这个去做一个过场 然后下边 评审委员会 什么这个领导批示 什么国家相关 网管办 就告诉你这个人必须判 他不是这样 他就是你这个国会 你不能干涉人的任何的言论自由 我觉得你这事也不能极端的理解 你要极端理解 以后法庭上就不用派这个检举人来 什么律师了 辩论大学辩论队上去辩论就行了 他伶牙历齿 恐怕还是不能改变 就是这样 以法 以规的来辩论 因为你现在整个公诉人就说 第一个 你拿出法律来 他拿不出来 当时说你拿出法律来说 他有这个责任来审核这个事 他拿不出来 然后说他 他没有尽到这个检查的责任 然后那个人家的辩护律师 说全国总共这个五千多个视频 他把四千多个都过滤了 我想四千多个应该是不好看的 是吧 然后又讲说 这个他他当然表现很好了 已经80%过滤了 然后说 你看看啊 咱们还不是一个扫黄办吗 那个扫黄办一年才扫了422 养了那么多人 人家那个就一个公司以下 扫了四千多 你还说人干的不好 所以整个你看这个过程来讲 大家为什么觉得精彩 就在这个地方 当然回来来讲 我讲就是 中国因为这个事到最后 一定你打不过的话 他不是说全球台上 裁判一声令下 就把你手举起来 你就赢了 我们还有帮手 你打不过的话好办 后面有帮手 我来帮你 而且我也觉得 他最后啊 应该不会判无罪 你要是真是说 不会判无罪 那他做两年多 算怎么回事呢 所以我讲在中国 要国家赔偿 国家赔偿 这种尴尬的 这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当然也是外行啊 但是我就有一个观感 就是说 为什么大家都在看 首先这是个娱乐事件 对吧 他看成一个法庭系 变成了个娱乐事件 然后呢 我们有个嘉宾潘彩夫 就说他调查了 就是说 据说2013年 习主席就曾经提出来 就是为了 就是说要用多种手段 促进我们这个法 司法的这个透明性 其中也包括这种视频直播 所以现在有一个人写文章说 说我们的这个法律机构啊 也要坚强一点 不要因为这个 把这个板子打在直播上 对 还是应该这个直播 但是你知道 咱们说的公开透明 我觉得这个事有意思了啊 你看法庭的这个 这个东西一直播 它是一层玻璃 可是你看刚才那个照片 嗯 那个弹幕 哎 我就发现呢 他就又照上一层玻璃 对 都是公开透明的 但是第二层玻璃上 还可以写字 他呈现了一种半透明的状态 就是说无数民间的法庭 嗯 也在上面留言 对 而民间的法庭这层玻璃的 它半透明的照住了 那个原初的这个法庭审判 这个玻璃啊 是个很有意思的一种公开透明 所以啊 我是觉得说 有可能这个从不透明一步走到民粹 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事情 我这样说恐怕人家要骂啊 我们刚才在说 就是美国如果是这个案 这样的案子出来会怎么样 那他首先是说 他确实是这个民间的意见参与进来的 就是说 呃 然后是他也有最高法院的审判的案例 他审判就是说 他的核心的关键是 你有没有利用这个工具来有意的 有意无意的来传播这些黄色的东西 我们不说这个黄编在中国是不是应该分级 这种咱们自然是 在我看来就应该分级 你60岁的人跟16岁的人看一样东西就是不合理 对不对 就就就应该分级 但是呢 他没有分级的情况下 他就不允许你看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 就是你 呃 他其实在美国来说的话 他分成两块 一块就是说 你到底有没有从技术上来说 有意无意的利用你的技术去传播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其实是公诉人应该做的 对不对 然后他们当时的这个三个 我看了三个案例 从三个案例来说的话 他们美国也是的 第一个案例就是纯技术 他就宣判无罪 这个技术是中性的 他就宣判无罪 还有两个 他是其实还是涉嫌犯罪 或者是有相关的阴影的 因为他另外两个就涉嫌到你一些主动的传导的行为 当你就说你主动的把你 你在家里看没事 你主动的传导到上面去的时候 这就涉嫌到一定的问题了 而且对于美国来说 他当然这个他可以报道这个事件 他可以说这个 就像他们国会可以直播一样 可以报道这个事件 这都没问题 但是在中国没有经过一个程序 也就是说当法庭审判之后 然后经过一个他的民间的意见 是通过陪损团来体现 这些陪损团都是民众的意见 随机抽取的 我觉得咱们这陪损团上了弹幕了 对 所有的 陪损团 所有的人都是陪损团 我们有很多陪损团 包括我们的每一个的微信朋友圈 都在都在上这个事 对 所以这个 我我现在不知道 我记得清楚不清楚 应该来讲 在美国好像是不能这种直播的 也就是他所谓的公开透明的 不能的 美国都是画画 对 画的画 就是画不到的 为什么 因为他的那个公开透明 跟我们的公开透明两码似 我们的公开透明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人民群众 来看见这个事 来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后边的那个东西 最最重要的东西 这个事究竟怎么来决定 他不公开 他拉到后边去 所以美国恰好相反 还有一点他非常重要的 就是他们的陪审团啊 要跟这个社会的舆论屏蔽掉 跟所有的舆论屏蔽开 所以你除了能看到 庭审的材料之外 然后这十几个人是 这个从进取到出来 他完全跟社会隔绝 你看那个有个电影 叫十二人怒汉的什么的 对 就是说这个陪审员 在香港也有 有的是你会被抽中 就是你任何一个公民啊 没有特殊原因 你都要尽这个义务 当陪审员 然后就关着了 对 然后呢 哎 你们就是在旁边听 这双方辩论 对 然后呢 法官说你们后边开会去 你们达成一致意见 回来告诉我 他来他来做出决定以后 然后来 法官来 但我们现在你看 这个这个恰好 你看这个中华民族 有时候啊 做事你要说 我们是儒家的一个传统吗 但是做事很极端 很多事一下子 从一个极端 跨向另一个 我们经常说 跨的特别大 就会撤弹 是吧 但是我们经常 这个真的 这个事我给我一个反思 因为尽管我现在不做法律了 但是我觉得 我不是说同情 公诉人 这种直播本身 负面效应 是非常大的 我不希望就是 把我们的真正的公 我们需要的公 可以透明指的是什么 就是后边没有勾兑 而是公诉法 这个这个这个 呃 被告啊 辩护人 法庭之间 各司其职 均衡 然后达成一个这种 相对均衡的关系以后 哎 做出一个公平的决定 我们现在是什么呢 好像把这个公平 就好像说 大家都看到 所有的人都看到 这个过程 然后才说 这事实上 对整个法庭造成 非常大的干扰 现在干扰来啊 你比如说 人民日报发那个评论 哎 他文章里边还说 我们不能干预 法院那个审判啊 但他已经说 哎 不能为他的这个狡辩辩护 这不是干预是什么 这你说的 所以说的太有理了 我觉得这个 这个东西啊 就是中国现在的一个两难 按说了 就是说 你比如说 就像现在说 为什么那么多这个上访的 你本身 如果你的这个司法系统 你很有信誉 对 那么本来用不着 公之于众 对对吧 你甚至公之于众 有很多不便 有很多 有很多问题 很多麻烦 但是你又不敢说 公之于众是不对的 对对吧 沈薄熙来 难道不公之于众吗 对 那谁知道你背后 是怎么回事 或者说 你当年为什么沈 这个这个这个江青 这个四人帮 要必须要公之于众呢 就是因为啊 你比如说 你在 你在我我我我记得你在香港 或者在美国 好像也没哪个市民提出 我们要看直播 但是他那个就是 他是他是比如说 国家那个那个 比如说 呃 国会 K会 对对吧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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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辩论 这个是公开的 但是他为什么就说 在这个西方的这个 法治传统里边 为什么不讲 我们讲的这种公开 我认为是很浮浅 很表面的这种公开 因为第一 法官他是信任的 对 第二 法律 他是信任的 对 第三 程序 他是信任的 我们没有必要 陪审团是公民里 选择在那的 我们没有必要说 如果说 我们对我们的法律 对我们的法官 没有宗教般的信仰的话 那维持我们这个社会公平正义的 所有体系就倒退了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外国那个法庭里呢 他允许旁听的嘛 旁听有记者嘛 所以你看那个纽约时报 他会发法庭报道 但是为了 可能为了保护隐私还是什么 他甚至当庭 他要画画图 他都不能照片 没有任何的照片都不能出来 但是因为什么呢 那咱们可能连媒体也不相信 对吧 你几个记者去那 我也不相信 他是这样 他就说 你看那个自由女神嘛 他是那个面上是一个法律女神 他的面 眼睛是蒙着的 蒙着的是什么呢 就是不能看到你 我根据我类性的公平正义 我根据法律来作出抉择 而不是说因为你找得好看 而不是因为你是富或者穷 所以公开的背后 你发现西方的这个 这个这个德学传统是什么 公开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建立在不公开的基础上 我蒙着我的面 我来做决定 所以你看这个像咱们 我一直在说 就是钻断这一块 跟民粹一定是互相呼应 相辅相成的 你看这样一直播 然后就三呼海啸 就狂欢 就漏丑了 丢丑了 以后想 然后里面的人就会说 有的人就会说 你看能直播吗 这样的数字 然后这个在民间 就掀起了一场狂欢 对不对 然后两个东西相辅相成 以后直播 或者是这个信息公开 这个通道 说不定就戛然而止 看一下就止掉了 对 所以你这真是没法说 你说不直播吧 好家伙 那人民群众也觉得 你帮你帮他了 是吧 那七月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你看咱们这个国情啊 是复杂 我就觉得就在于啊 在这个台面上是一张皮 台底下一张皮 关键两张皮 你舆论你就看得出来吗 对对对 比如说你不承认 人有看黄色视频的需要 当然我也不承认 对 不是 咱们在 就承认了 就认了吧 在某种道德上 公开的道德上 政策上 我们不承认 对 可是事实上 你这个不承认 跟实际的人性啊 对 他良又差的那么远 对吧 你你你能管住他不看吗 你弄一个快播 所以现在就有些人讲 包括中国电影 这个分级 也是这样 你你不承认的结果 是更糟糕啊 你不承认的结果 是让这个小孩子 天天听着这些个粗话 对 天天看着一些 八路军那个杀鬼子 对对对 血腥暴力 你这个 所以对 我们说不承认了 然后你唯一的结果就是 所有的人看同一张屏幕 然后是你爷爷看什么 你孙子也看什么 然后胸部以下 全部咔嚓一刀剪掉 对不对 然后所有的操话粗话 你从16岁到80岁都在听 或者甚至从6岁开始都在听 所以你这个 这个叫做道德的乌托邦啊 这个乌托邦不破的话 我们会永远生活在 无所适从的环境里头 前一阵你说这 我想起来了 英国一个叫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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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志 发了一篇 在外国记者写的文章 他就觉得很惊讶 他说他看中国的一个电视连续剧 在晚上七点半播出 里边就是这种啊 直接抹喉咙啊 这些这些 最残忍的东西出现 他觉得很奇怪 他说这不是儿童时段吗 这必须 对吧 这儿童时段 然后他就由此探讨这个中国这个分级 然后你知道就外国人 他试图去理解 我觉得他说的也有意思 他说 为什么很长时间以来对这个部分级 对银会这种 他说因为呢 中国认为 就就是成年人也不应该看 对吧 那么如果分了级 就意味着他允许成年人看了 而且是 而且是什么 就是当年有一个案子 就是夫妻两个开花片 你记得吧 然后进去去抓 对的 警察进去抓 就夫妻两个你都不能看了 被查案群众说报了 这个这个现在还进步了 这个夫妻你们 我估计都都能看了 但是这个事说明一个什么什么问题呢 就是如果说你正常的途径 你不能给他提供满足的话 那他一定找别的途径 也就是说 正义如果说把所有的分块都分死 这个东西反正他一定总是不正 这是真空状态嘛 一定死亡嘛 所以说法庭辩论里边 大家觉得比较可乐 有这么一重背景在里头 就说银河会视频 对 这是一种心照不宣 关系到